不少明星沒有小朋友 但都當寵物是自己小孩的親愛 許智安和鄭壽文都不例外 他們養的只有牧羊犬Lucky已經15歲 走路無力經常跌倒 令Sammy好心痛 Sammy一日在社交平台 鋪了和Lucky睡午覺的片 留言說 小孩子搬愛撒嬌的八歲老人家Lucky 再睡午覺 在半夢半醒之間 他就是喜歡有人偶爾陪著 聽到有人小小聲在他耳邊說話 他就很安定 可能是出於安全感吧 幸好外門家中有三人可以輪樓做著 彼此加油 有hashtag 陪伴是最好的禮物 醫生說這個階段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到 相信Sammy的分享 講出不少狗豬的心聲令大家好感動